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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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那老子说的道的经文 他是不是还是在我们这个 他也在说无为 也说道 无名无息谢天地而生 这不道 他无息无相也说法生 也说法生 对 讲道德经也讲得挺好的 可是很多人理解不了 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道德经 我感觉其实道德经 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跳出这个网吗 老子跳出来了不知道 无为 就已经跳出来 他讲无为 老子道德经不错 有的人把老子经 他从生活 从政治 从儒家文化讲 有的人从修行讲 他从哪个角度讲 道是无处不在的 吃苹果讲也可以能讲 吃苹果也有道 看你脚没讲到空性 是不是 那老子其实他已经讲到空性了 因为是个无为 他在介入空性的东西 这是佛学 佛学的概念 文字 那孔子其实还没有介入到空性 孔子只讲人道的东西 他讲这一道你该怎么做个君子 怎么做个人 其家之国平天下 他讲儒家 儒家主要是在这一道 他说不知生煙之死 你何必去管他未来过去 你这一辈子都没活好 你还整天研究你死后的问题 就是他这个是个很现实的 就是我做人就做好人就行 但是释迦牟那个老子他们讲的东西是 他是道的问题 他撬出人道讲 他不是从人道 他看问题的角度 他看到三界路道 他是站在人道之外 他讲的 他人道的就是这 他不认为你的生命就这几一百年 他不是这样看的 他是说你生命就是个河流 他就是你这一世就是其中的一小段 他把你的生命是看得连续不断的一个轮回看 他不是起了你这一段看 他是看你生生世世 那对我们修行来说 都老子也是有 所以很多有法院的 很多人他去考虑有些人 当他做了一个好人以后 有的人就比较关注现实的人 他就觉得儒家文化就挺好 反正我这辈子活好就不害人 我也死了没者往生到上面去 上天堂也罢生 就是他比较适合人道的一些 他因为他所讲的就是看得到摩德岛实际利益 那很多人去学习这个 这个也挺好 但是有些人他不满足于这一世 他说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死了到底有没有 或者他去探索更生命的源头 就是说你说我是从哪来的 说父母说 那我第一个父母从哪来的 是吧 第一个人从哪来的 是吧 真的是 就是说你进化那第一个细胸从哪来的 他怎么也搞 他要搞清楚的时候 有的人好奇嘛 有的人还有宗教他就是喜欢嘛 那慢慢的要探求道的本体 那就你就撇不开老子啊 你这些圣人的东西 你就要超越人道的东西探求 因为那最初可能你是个细胸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你怎么能拿人道来探讨呢 是不是 就算从进化论的角度 你也不能拿人道来探讨 你是个微生物 你怎么能探讨人力的东西 你对一个细胸怎么讲人意理之心 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看到摸不到前意识里边的一些信息啊 什么 显然它在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的一些生活 有些东西我们知道 有些真的觉得很怪异 什么也搞不清楚的 那些东西 本身就是我们在超越我们一耳鼻舌生育范围之外的 就是 只是信不信有你吧 嗯 但每个人迟早会去 我觉得会接触这些道的问题 因为 因为对真正的 我们都是从源头来的嘛 生命 那这漫长的轮回过程就像个漫长的梦嘛 那么每个人迟早有一天 他要寻找心灵的归宿感 那心灵的归宿其实它是梦境嘛 那轮回漫长的就是梦嘛 他心灵的归宿只有回到源头他才安心嘛 所以他一定会寻找的 迟早只是有谁哪天醒来而已 有的人这一时醒来 有的人下一时醒来 有的人下一时醒来 所以你也不要强迫 有的人说 我这一时不学乎 那就下一时来 就是说 他总有一时会醒来 总有一时他要寻找 寻找生命的源头的东西 嗯 只是有的早有的晚 他要处缘的 嗯 嗯 那那个易经 它有没有超越这个 易经只是指出有违法里边的一些规律 英国啊 有些互相相生相克啊 八卦的便衣啊 就是易经八卦的 还是没有唱出那道的那个 但是你这样问我 你说这些现象哪个不是道呢 六十四卦里边都是挂挂 都是说规律的 嗯 但是你抛开规律能看到道吗 这个世界就是外相组成的外法 这就说 这就像 这就像 他刚才问的问题 抛开我这个肉体能看到法生吗 嗯 我们法生无量无边无 这个是假的 那抛开这个假的 你能看到真的吗 你看不到 嗯 就像你抛开大 抛开浪花要看大海一样 是不是 那大海就是多多浪花组成的 嗯 那如果是一片浪花 你把浪花全取了大海没水 是不是 那你总 你总是通过现象看本质 你看到的是现象 你看到的是六十色瓜 所有的变异 无常变异是现象 这个是你的乘坐坏空 冲夏秋冬 时间的流逝是现象 但是你要知道 有一个不动的本体 就是你要透过这些现象去看 在这个现象背后 本质上是空的 本质上是否如来是否变得到 不动的又横的 不真不解不够不净 就是心紧索 你要看到那个不动的 不真不结又横的那个东西 你就心安了 那这变来变去的 你怎么安心呢 虽然不能在变来变去 变异的东西里安心 虽然也安不住 在这个角度讲的话 站在这个高度的话 比如像你说 我的状态 姗姗 状态上的 就爱慰你们的 就是你们疼嘛 吹一吹 都是 吹放的快 这本来就是一个 间谍到位 你就放下 你不是从这个角度 因为身心是无我的 你必须从这个角度 但是现在强烈的牵引你嘛 身心的烦恼痛苦 还有身心的绝胜嘛 但是你这样 要不休 你是解脱不出来的嘛 怎么能让它快一点 没有快一点 就清清清点 你就清这 当这些借地到位的时候 怎么都算快 吃个拉扎睡都是休息 要只是说靠坐在坐地上 那两个半小时 打坐你要想成佛的 我觉得也比较难 太短了 老师那就按照那个益经论来说 比如说他们这个状态是不好 但是 肯定就会好的 所以说只要幸福 脾气太难嘛 脾气太难 说坏也会变好 好会变坏也会变坏 但是 但是这个变有多久 有的人说我都五年了 还是不开心 一直不开心 然后我给他说了一关 你的一百年以后才能开心 让他死掉了 这个周期有多长啊 那总的在有限的声音里变嘛 那就给他做法了 那些算法的 就说我给你 哎呀你这是遇到灾了 或者是你已经养不平了 我就给你弄风水啊 这个是暂时止痛嘛 但是今天他开心了 好 那明天你说这个不开心 迟早的是他还遇到什么事 他打了个杯子 他也可能 我最喜欢的杯子掉了 你也会不开心一天 他说你的风水不起作用 是吧 这种东西都是吃止疼片 你懂 但是呢 众生在修行的过程中安不住嘛 就像比如大家在修行的过程中 哎这疼了呀 然后心里难受啊 或者有一件事执着了 哎呀不行了 走不出来了 我就太难受了 你说跟我说 那止疼片也得吃嘛 不吃他 他心已经不在你的修行上 你不能说这件事不是修行 就是说他很执着一件事 那你就在这件事上 给他太空性了 让他放下 那在这件事上开悟啊 那这就是修行了 如果在这件事上 你告诉他破了执着 那就是开悟啊 那你就 你还去哪找个执着去 你要非得 在坐垫上找个执着 你现在在凳子上就有个执着 那破了就开悟了嘛 那放下执着分别就开悟了嘛 你不要管他是好不好坏 够近前后过去未来 你分别啥呢 你想来想去想啥呢 过去也罢 未来也罢 前世也罢 后世也罢 你就通通 但是放不下嘛 放不下 我们才坐着乱聊 聊聊聊 有天放下来是全管用的 但是那都是废话 你知道呢 聊天室全是废话 就是放不下 真的是你就是放不下 所以佛说我49年没说一个字了 你不能说他是废话 是他就是在梦里边大家聊天嘛 你在梦境里边迷了 然后梦里边说 哎呀有只老虎追我呢 有只狗咬我呢 老师咋办呀 我不行 我梦里也是他 长着眼也是他 那只狗咬了我了 我生气呀 就伤心啊 那我说怎么打狗的问题 再看那只狗怎么咬你了 咬到哪了 再涂点药啊 什么 这就是谈来谈去 这不就是谈梦里边的东西嘛 嗯 然后最后他还点佛学的 就是说 哎呀你这个是个梦啊 你哪天醒来了 这狗跟老虎都不在了 是吧 你自己都消失了 你那个病的身体也没了 你那个病的身体它不会影响你 就算它在 你的心是健康的 你的心是如如不动的 你的心是佛啊 哎他说我心在哪里啊 他说不是这个意识啊 心在宇宙一切处啊 无量无边很大 说究究有多大啊 说你破了这个我 我像跟法像 这个是外境不是六成交法像 这个是我像 破了我像法像 那个有很多大的就看见了 你不破这个像 那个东西看不见啊 这不就简单 这就佛学已经讲完了 然后你还是没破 我继续一下子 你又碰到狼了 我再给你讲打完了 我再要把这一对又说一个 破了我像破了那个 你那个咬了的 你那个伤口就没事了 我再说一次 这不就每天就讲话就讲这些 还要不得了 我甚至只想给你 这就是说那些 我看完 你那是什么 我刚才听到 这个穴 他 你 别 说